首先很高兴到这里来 萧老师组织了这么一个课堂 我觉得这个课堂 包括整个这样的一门课 还是对同学们有帮助的 所以我也是愿意过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该讲什么 所以那天他邀请我的时候 然后他自己给我出了个题目 叫史学研究的规矩 那个规矩不带引号 那我前两天刚回来 我还打电话问他 我说我讲什么规矩 我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史学研究的规矩是什么 我想请教他 结果他说你讲你的方法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也想方法跟规矩不是一回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就想了想 那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研究的一些感悟 因为听说大家都是研究生 那么从 至少从你们开始学习和将来 整个的发展 可能跟研究都会有一点关系 无论你们想做什么样的研究 或者做多大的研究 那我想的话 我们个人的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个人的经验 可能对你们会有点帮助 当然我讲的这些 不见得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切合的 所以我只是讲我个人的意见 那么我个人的意见呢 也不见得跟其他老师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 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像前面我记得好像是 沈志华老师在前面讲的时候 提到过 其实治学跟做人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 也是这一点 就是你如果你想治好 做好一门学问 那么首先你要想办法做好一个人 当然做人本身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 那么从做好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给自己规定一些标准 那么简简单单的 我对自己的一个 我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过我的座右铭 那是多少多少年以前 当时我还年轻 我给自己一个座右铭 座右铭四个字 创造 享受 为什么叫创造 为什么叫享受 那么创造的意思就是说 我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既然活着 那么我既然要度过这一生 我一定要做点有益的事情 那么这个有益的事情 指的是 对你的家人 那么对你的亲人 对你的朋友 对你周边的 所有 那么和你有关系的人 同时 那么也对 这个社会 对这个民族 对这个国家 甚至对这个世界 对人类 总之 你可以做任何 有创造性的 有意义的事情 对大家有帮助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享受 我特别跟同学强调这一点 我说人生一世不容易 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享受生活 整天过那种苦行僧的日子 那就白来了 不管你有多大的创造力 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 那么首先第一个 你自己这一生 那你没有享受到生活 你没有享受到足够的爱 你也没有足够的这个时间 那么去实现你自己的很多的喜好 所以我要讲的一点就是 我们确实是 就我们今天 不管谁 沈志华或者其他的 我认识的这些老朋友 大家都是一样的 确实在研究上是很投入的 也很苦的 一定有他很累的时候 但是我 会抽出所有的 能够利用的时间 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这跟学无无关 看电影 打球 旅游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总之我喜欢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要花大量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的话 我们既然来到世上 我们还是要千分百计的 一方面创造 一方面我们要享受生活 这个是我 给大家提供的 我个人的一个 做人的一个感悟 但是这里面 我要特别强调 这个创造这两个字 我对我 这一辈子 当然这一辈子还没有完全完 但是 至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我基本上比较满意 满意满意在哪 我是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那这个跟同学们可能距离比较远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我们说创造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学问 那么我们的经历 我想 有的同学可能会了解你们的父母 或者你们的更上一辈的人 恐怕当年都没有想过 那么要做他们今天 或者后来要做的好多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文革当中 成长起来的 那么文革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去干什么 那么最后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进了工厂 所以我在工厂里干了 差不多八年的时间 但是 大家可能应该了解的就是 我在工厂干了八年 我是大概有两年是先进生产者 然后有好几年的时间 我是我们工厂 那个时候当然是北京市机械局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一个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 这个我是代表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在工厂里 我一直在做 勤勤恳恳地在做工人 每天汗水淋漓地 那么但是呢 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是生产上的标兵 生产上的这个第一线的 这样的工人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工厂里年轻工人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的学习程度 或者说知识程度 那么包括读报 包括读书的这种程度都很低 那我的程度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就带着他们 组织他们 然后学东西 当然这个学东西是学什么 当年学东西 肯定不可能像今天 我们去读书 读这个读那个 我们当年只能学马列 但是几年的时间 我大概从七十年代 就七四年以后 就一直在组织 组织他们学马列 所以我在后来考大学 所以能考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在这方面 在文科方面的能力比较强 我的数学不行 我的 或者叫数以化 成绩都不太好 但是至少在这方面 那么还是可以的 所以勉强地考上大学 那么从 我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 我要做一行 那么我一定要爱他 我一定要千百计地 把这行做好 我一定要去钻他 所以我每一行 包括 大家可能 同学们可能不会了解 我想 我想那个 萧老师知道 九十年代 有相当一段时间 学校教师的待遇非常差 那么当时曾经在北京 因为我一直在北京 那么在北京农业大学 有一个副教授 他甚至没有办法 他推着车 三轮板车 去学校卖菜 要想办法养活家里 因为工资非常低 各方面的这种待遇都很差 所以他就 没有办法 他千万百计找 各种各样的官业 去弄菜 然后去卖菜 那么很多人 很多报纸上当时就有批评 说一个副教授 你这是什么样子 你给学生带什么榜样 但是我当时 我在我们的教研室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发言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需要的话 我也会去 没什么关系 这并不丢人 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要坚持 把你自己的事情做下去 要不然你就跳槽 干脆去做别的 如果你要还想做老师 那么你想维持 教师的职位 同时要想把家里养好 那你好无疑问 你就必须要去挣钱 那就不是单纯靠工资了 那么有相当于一段 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我当过工人 因为我下过农村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丢脸的 你想办法把家里养好 你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是完全正当的 所以我跟大家交流这个看法 就是说我希望 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个人 从事任何一份工作 包括现在 包括将来 生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都会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包括我们从事这个事业 我们自己做的 假如说将来 给你分配到某个学校 某个什么什么中学 或者你去做某个公司的 什么什么小职员等等 你可能不会喜欢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 你要想办法蹲下来 你想办法把事情做好 那么至于以后 你想做什么 那是你会慢慢去计划 然后慢慢去实现的东西 也可能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 去做一个人 因为你必须要面对生活 你毕竟要面对 你未来或者你的家庭 那么你的孩子等等 各方面的这些情况 那么你必须要找到 一条生活的这种出路 所以两方面都要兼顾 一方面要兼顾 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个当然是 你能够找到这一份事情 这样一份事业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不能 那么我们同时 也要把自己的生活 想办法过好 我这里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是我在 北京大学上 开始在学生上课的时候 放的 几乎每次我都会给他们 首先放这张图 那放这张图的这个目的 其实我就希望他们先了解 就自己是谁 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自己和大大小小的 各种各样的 你比如说跟你的村 跟你的家 跟你的族群 跟你的宗教信仰 那么跟你的社会阶层 跟你的民族 跟你的国家 等等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这个在我看来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先要定好自己的位 我们假如要做历史研究 那么我们先要把这个定位先定好 我们研究谁 我们是研究国家 我们是研究民族 我们是研究那个社会 我们还是研究其他什么 那这张图其实非常清楚的 我想大家能够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中心 围绕那个中心是人 那个人是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 那么外圈 我给他起了一个 假如他生在张家 那他就是张三 假如说他是张三 那么他是张家的人 是张家的第三个 或者张家的这个孩子 那么再往外 他的父母 或者他的家庭是信教的 那他可能就是 也会跟宗教有联系 说他可能是这个 信教的张三 或者教徒张三 那么张家处在这个位置 可能是某一个村子 那么比如说是王村 那么他可能就是 王村的张三 他是那个地狱的人 是那个村子的人 那是村子的 那个社会里的一分子 那么后来 比如说 那么他从事了 农村当中 他从事了工人的工作 木工 瓦工 等等 那么他可能就变成了 那个村子里的一个工人 工人张三 但是呢 社会阶层 在这个村子里有 有不同的阶层 那么他可能 是属于那个穷人的张三 这个都有可能 那么再往外 因为他这个村子 因为他这个整个的 这个地区的这些人 基本上属于汉族 那他可能是汉族的张三 那么也可能 哪个党来了 然后呢 他就加入了某个党 他就成了党员张三 你会看到 他的整个的这个 圈子是不断不断在扩大的 那么 他因为是党员 然后他可能做了村长 他也可能成了干部张三 或者村长张三 那么最后因为 这个村子本身和国家 逐渐地发生了联系 然后变成了 这个假如说国家 已经开始干预到了这个村子 那么他跟国家发生了关系 那他可能就是成了国民张三 等等 我们只是一个虚拟的 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面 我希望大家首先了解的就是 我们首先是人 那么这个人 是生而平等的 是所有的 生物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作为人来讲 社会和人的关系 那么人是中心 而不是社会是中心 那这是第一 就是人本身 它是一个单独的属性 它有一个生物的属性 那么然后才是家族的属性 那么再往下 可能是宗教的属性 然后可能是地狱的属性 然后可能是族裔的属性 那么因为是 假如是儿子 假如他是男的 那么他可能还有一个性别属性 那么阶层 他可能还有一个 这个阶层的属性 那么职业属性等等 民族属性 党派属性 包括身份地位的这种属性 那么最终 还有一个国家的属性 那么大体我们把它归纳一下 我们看到的这些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人 这也是十八世纪末 从美国大革命 从美国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逐渐地进入到 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所有的 这个我们管的叫进步思想 或者我们管的叫启蒙的 这种思想 那么他带给我们 一直到今天的一个观念 就是人生而平等 那么人本身 他不因为他有其他的属性 然后就有不同的地位 也不因为他有性别的问题 或者他有民族的问题 或者他有信仰的问题 或者他有党派的问题 那么他就一定高人一等 或低人一等 这个是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当然毫无疑问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社会 你生下来生在某一个家庭里 其实家庭本身也是个小社会 那所以社会本身 你无论这个社会 以什么样的形式 那么把你包容进去 你可能加入到某一个组织里面 或者你进入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公共社会里面 公共领域里面 然后你参加了某一些 成为某一部分的 这个团体的成员等等 那么甚至你也可能 加入了一个党的组织等等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不断地 扩大你社会的这个圈子 你分属于不同的 这样或那样的社会 所以社会是一个人的结合体 那我们研究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人 和社会的这个关系角度 我们来谈这些问题 那么人和社会的结合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后天的 不是人生下来 他就是社会的一份子 或者他一定会加入到某个社会 或者某个这个结合体当中 那么另外 社会有大有小 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都是国家 那么你可能 是不同的这个结合体当中的一部分 你也可能是国家的一部分 但是国家并不见得 就是你固定的一个归属 这个在古代是简而易见的 因为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国家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出国 我们必须要拿护照 我们必须要经过对方同意的签证 人是自由流动的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条件 没有轮船 没有飞机 你不可能一下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你只能在周边到处走 对方能接纳你 你就成为对方的一员 对方不能接纳你 你就进不去 所以 这个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象 那么它并不等于 就是你一定是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么人既然进入社会 既然它和社会会发生 从生下来开始 从地狱关系 从族群关系等等 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所谓亲疏的问题 有些人是 你能够接受的认同的 那么有些人你是不接受的 你比如宗教 同样在一个村子里 因为宗教信仰不同 你可能跟 相同信仰的那些人 就是非常亲的关系 你跟那些异教的人 你就可能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 甚至可能会是一种 对立的关系 那么后天的结合本身会变动 特别是在今天 在移民的问题 现在开始 在70年代 1970年代以后 各个国家 逐渐逐渐逐渐地开始开放移民 包括发达国家 陆陆续续地开始开放移民以后 有了新的移民政策以后 特别是关于 这个人权平等的观念 那么越来越强势地 成为政治正确的 一个标准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看到 人 不同国家的人 之间的流动 变得越来越频繁 那么这里面 我想的话 大家都会知道 中国有很多的人 通过知识移民 或者通过资本移民 去了国外 然后不回来了 他们的孩子 等等等等 那么就成了 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 归结到底 人和社会 以及和各种各样的 结合体的关系 是复杂的 那么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话 我们要了解 我们研究的是人 那么我们要研究人 历史当中的人 历史当中人 它怎么发生作为 那么要研究在 相互的这种 人和人之间的 互动过程当中 他们为什么会加入到 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当中 为什么他们没有加入到 另一个结合体当中 或者它跟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结合体 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他们利用这些结合体 或者利用某个社会 或者利用某个团体 某个政党 某个民族 他们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为什么不那样做 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是希望研究历史 起码从我个人来讲 我是认为研究历史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确定我们研究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 其实非常明显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是 那些历史上活生生的人 我们不是研究 我们不是单纯地去研究某一个 这个固定的 那么不变的 一个被定义了的 这样一个名词意义上的政党 阶级 民族国家 因为政党阶级 民族国家 在历史上是变动的 很多东西过去没有 后来发生出来的 那么很多东西有 后来消失了 那么很多东西在过去看起来是 非常合理的一种存在 那么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 那么它变成了一个不合理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变了 因为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变了 因为这个社会变了 那么所以在我们在讲 特别是我在讲这个中外关系的时候 中国对外关系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没有自古以来 因为古代的那些东西和今天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这些差异都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到 我们今天对很多问题的判断 甚至看法 在政治上 你比如在外交上 政府可能会强调 什么东西自古以来如何如何 但是从历史上 我们讲历史的话 没有那样一种固定的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都是在变的 那如果我们放一下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的国家民族的 这个疆域变迁图 我想大家如果看过那些图 你看看 州有多大的一个土地面积 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不管它叫国界 没有国 那它的国小得不得了 一个一个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那么然后秦 秦是统一了中国 那么秦的整个的面积 疆域面积有多大 汉的疆域面积有多大 然后你一个一个去数 你把它并列起来 你看一直在变 没有固定下来 真正固定下来是什么时候 是进入到现代社会 那么这个现代社会是什么 是进入到1949年以后 换句话来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了以后 然后基本上 中国的这个疆域 没有再大的变动 中华民国当然 在很大程度上 它也继承了清朝那个边界 清朝的那样一个疆域 但是它经常守不住 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情况 很多的这种变动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东北丢了 就是台湾丢了 或者哪儿丢了 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我 没有办法控制 比如西藏 包括新疆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在这点上 基本上把疆域的问题确定了 但是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 现代国际关系当中的 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中国和国际的 特别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 还有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的关系 并不特别好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 当时的观念当中 对边界 领土和主权的 这些问题的认识 和今天还不太一样 以至于一直我们可以说 一直到199几年 甚至可以说到1900几年 我们才陆陆续续地 把周边的陆地的边界 大致地通过谈判 才把它大致地确定下来 有的地方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确定 那所以我们今天会知道 我们围绕着海江的问题 那么还在 跟周边国家还有摩擦 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社会 特别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以后 然后在国与国的分界的问题上 相关的族群的归属的问题上 在很多问题上 那么它必须要找到一个 真正意义上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这些办法在今天 其实在国际秩序当中 已经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通过谈判 然后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之后 然后通过各国的这种承认 那么这个将军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在其他很多国家 这些将军问题解决 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但重要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是一个从落后国家 逐渐逐渐地慢慢地统一起来 最后建立了一个 共和国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这种国家 它在很多问题上 它没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 那么同时也没有条件 一步把所有的事情做好 当然这些问题 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 但是我只是希望 大家来了解 就是我们或者说我个人 对历史研究的 一个最重要的看法 就是我们是线性地 不断不断地 渐进地往前走 我今天讲几个问题 讲几个我认为 对大家可能会有点帮助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 不能叫规矩 但是起码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觉得需要做 需要做这些事情 假如我们真的是 有心要做历史研究的话 我下面再具体解释 我只是先把题目列给大家 第一 知识者要有人义之心 那我课号里我讲了 这是孟子迪的话 我把其中的一个字改掉了 有的同学可能知道 亲亲而人民 这是孟子的原话 那么人民而爱物 但是如果把人字 用他的那样表述 民 那就变成了一个君主 和老百姓的关系 但是亲亲而人人 这就符合我的看法 就首先第一个 要爱人及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爱自己身边的亲人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见得 能把我们的爱扩大到其他人 问题现代社会 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 人类村的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世界 其实要求的是 我们平等地看所有人 那么你要平等地看所有的人 那你就应该是我把爱心给所有的人 而不是单纯给某一部分人 所以爱人及人 那么我想的话 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后 一直到今天 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或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养宠物 那么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 那些宠物 很多地方是把它们拿来吃的 到今天为止 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能够 改变这样一种风俗 但是在城市里 越来越多的城市里 现在大家把宠物当成一种爱的寄托 那么换句话来说 很多人已经觉得宠物就是家庭的成员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物 我们随便可以丢弃它 随便可以伤害它 那么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一个 我们今天的人的观念 已经扩大到动物 甚至可能扩大到植物 就像我们今天对生态的这种保护意识 世界上有很多绿党 那么它要保护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生物 包括植物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生命本身是可贵的 这个生命可能是人的生命 也可能是动物的生命 甚至可能是植物的生命 那么所有这些生命本身 和我们人的生命其实是互相联系着的 假如那些生命不存在了 人能活多久 人能单独存在吗 所以今天关于生态变化 生态史的研究 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 其实它已经是从过去那种人 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 一直到90年代 我们都会知道 很多地方根本就不管生态 就是乱搞一起 到处污染 到处得癌症 到处死人 但是它只要经济GDP上去了 它就有人赚到钱了 那么其他人它就不管了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发展 已经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 这是从我个人的体感受的 那么能够感受到的 所以爱人即人 爱人即物 这个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 我个人认为必须有的一个品质 就是你一定要有爱心 一定要有感情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知识 知识需要有大关怀 那这个我待会具体讲 求实 要求真 那么要干什么呢 要通古今之变 这个古今之变不见得说 我一定要研究非常宏大的 这个人类的历史 非常要研究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大历史 并不见得是这样 但是呢 你无论研究哪一个方面 它都有一个从古到今的一个变化过程 特别是到近现代以来 一直到今天 这个社会的变化非常之大 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周边的这个群体 我们都会发现 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改变 尤其是在信息革命 在今天这种变子时代 那么所有的情况都会过去 比如说和00年以前 和90年代以前 这个变化非常 太大了 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去解释它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有很大争议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过来 问题在于我们要了解 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他们对我们未来的社会 那么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知识 第三 要以人为本 我刚才一开头给大家放进个图 就是强调这一点 但是我在这里 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 因为我一直在做中外关系史 那么我要特别强调 不以一项 论是非 不做中外关系史的同学 可能不会太理解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做中外关系史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来 那么遭受了很多 被侵略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民众受到很多的损害 那么面临过很多很多的危机 等等等等 所以比如对日本人 就会有非常强烈 很多人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痛恨的心理 那么但是是不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可以作为我们判断 研究人的是非对错善恶 的一种标准呢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拿这样一种 民族的党派的或者地狱的等等 宗教的这些界限 然后来划定谁是好的谁是坏的 好像那么只要是我族 那都是好的 只要是他族 那么都是坏的 这个在社会上其实是蛮流行的一个认识方法 但是研究历史的人不应该这样 第四 致使要坚持进化观 那这里涉及到进化的问题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 那么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也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那么中国包括近代以来的世界的所有的变化 都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虽然会发生很多曲折 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可能走的道路会不太一样 但是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是趋同的 包括我们对生命的关怀 包括我们对各种各样的权力的这种重视 那么这些在过去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 在今天我们发觉 它渐渐已经融入到大家的血液当中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 其实这是对的 第五 要坚持时空的分析法 时空的意义 其实重要的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任何历史的事件 任何历史的我们研究的那些对象 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个特定的时空条件 它的背景 那么它的发展程度 以及那个时候人的 知识的 包括对很多观念的 认识的程度 那它一定是和之前不一样的 也一定是和之后不一样 那么同样 在同一个大时空的这个背景下 不同微观时空的里面的人 人群 民族 政党 国家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用一个大时空 某一个总体上的这样一个大的变化 好像已经实现了 那么要求每一个微观时空的这些人 都应该按照那个大时空的那些人 那样一种价值观 那样一种政治判断的标准 来生活 来言行 恰恰相反 我们是研究历史的 我们必须要回到他生活的 或者那个事件发生的 那个特定时空当中 去千方百计地去了解 去想办法去解读 那么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他们是那个样子 和大的时空背景下的那样的一个 价值观那样一个社会 有那样大的差别 那所以第六 这也是支持者非常重要的一点 几乎所有的支持的人都会强调这一点 就是要换位思考 我们要研究历史上的人 我们必须要 把自己放到那个特定时空条件下 然后通过同情去理解 如果你对他抱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你就不可能理解他所思所想和所为 这个就是 陈确先生一直在强调的一点 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 多历史研究的人也在强调的一点 你要想找到真的历史 你要想理解当时的真情况 那么你就必须要让自己 沉到那个时代去 用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 用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 用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 那么从他自身的那个地位角度 来考虑问题 想办法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那么第七 一定要恪守客观中立的原则 历史研究和其他的很多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一样 我不是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 都不要求客观中立 但是我是强调 历史研究对客观中立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你不能保持一个中立的 这样一个立场 你沉到某一个 你的研究对象那个时代 那么站到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结果返回来 你按照他的逻辑 按照他的思想去解释一切 你就成为 你研究对象的俘虏 或者成为他的辩护师 那么这个带来的问题就在于 你没有注意到他的对立面 你没有注意到他周边 和他有矛盾的那些 无论是政党 无论是国家 无论是个人 因为你没有同情之理解 其他的人 那么如果你要想做到 真实的还原历史 你就不能够只还原 某一个你研究的对象 而应该站到 其他的相关的 对象 在立场上 一个一个去设法还原 也都同样抱之以同情之理解的 这样一种态度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 才有可能 比较真实地还原出来 当时的历史场景 以及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第八 知识者要做学究天人的努力 我是这么看 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 无论从自然科学 无论从社会科学 无论从人文科学 历史研究 在这方面的难度 是非常大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超过其他学科的难度 原因就在于 其他学科都有边界 那么你研究任何一个学科的话 他都有他那个学科 或者专业的那个范围 那么他思考 他的整个的这个理论的建构 等等等等 他会按照那样一套逻辑 那样一套归程 那么去行事 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讲 它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历史的发生 它不分经济 外交 政治 军事 什么文化 什么教育 什么法律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他完全不分这些东西 那么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它可能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那么一个人物本身 他的历史 那么他跟人物本身成长的经历 跟本身受的教育 跟本身他所相信的思想 理论 观念等等 有非常密切的观念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 我们不可能掌握那么多东西 那么你怎么去解读它 你怎么去还原当时的历史的那些 更复杂的那些侧面 那么那些知识 你不懂的那些知识 显然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可是我们必须要去做 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把你的研究进行下去 换句话来说 你会超出你的人文的范围 你可能会去涉猎很多 甚至自然科学的东西 思想理论的东西 宗教文化的东西 很多很多 所以我后面加了一个 虽不能治 但是无论如何 要心向往之 你要努力 要尽可能地去做 那么第九 就是知识要有较强的 理性的思辨的或者思维的能力 表面看起来 知识其实主要是在讲过 是把过去的历史把它复述出来 用比较好的一种文笔 用比较好的一种叙述的方式 那么让读者能够接受 让读者能够了解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研究的历史 其实都是碎片性的 我们看到的资料 是不可能完全的 那么对于今天现代史研究 特别当代史研究来讲 那出现的另一个 被谬的问题就是 资料太多了 多到你根本看不过来 你做一个小小的微观的问题 可能你还能够保持 你对资料那种把控 但是你如果做一个范围比较大的 或者比较横观的一个题目 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完那些资料 那怎么办 毫无疑问 需要理性思维的这种功力 那么怎么去千方百计地通过 资料的搜集 然后通过比较 通过分析 综合 抽象 概括 那么去把 你所想要得出的那个结论 和史实做一个对照 你看看你想的和史实本身 那么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 当然我们做历史研究都一样 马上就改 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思路 那么换一种观点 但是 你必须要 通过理性的这种思维 然后才能让那些资料变成有用的 否则那些资料就是超来超去的 那么最后 当然也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就是 要有好的文笔 一定要尽可能地锻炼自己的这种文字的功力 那么这句话是前幕讲的 粮史莫不公文 你要想写一部好的历史书 你首先要会好的文字的表述 那么我已经把刚才的题目都已经大致地讲了一下 那么现在我稍微地把它具体化一下 那么我会给大家举点例子 那么 那么制实本身我刚才已经讲了 一定要有情 要有感情 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僵化的一个 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 只有理论思维的一个人 那我们要通过关心 爱 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让我们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区别这个善恶 怎么样能够守住这个正义 那么能够推击击人 然后爱人击物等等等等 那么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读懂人 才能研究人 这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情况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每个人的圈子都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想 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我们可以爱这个社会 爱这个世界 爱整个的人类 其实恐怕要经过很长时间很长时间 包括我自己 那么我另外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长期做毛泽东 也做过蒋介石 要做毛泽东 你必须要做蒋介石 那么我做毛泽东 蒋介石的研究 其实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1975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 整个台湾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你就可以知道 满街的人跪着 在哭 各种各样的祭品礼啊 什么还有大相片啊 什么各种 那台湾的民众 很痛 换句话来说 他们从毛泽东上 他们非常的 相当一部分人 我们不能说那些受过白色恐怖 然后家里在蒋家统治下 死亡的那些人 受过迫害那些人 他们会如何如何 但是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 当时还是把蒋奉为领袖 那么一年以后 毛泽东去世了 那么北京的街道 我想全国很多地方 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很多人哭 沿街在送 等等等等 那么这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只要我们逻辑思维的话 很简单 蒋家细是坏人 你们为什么哭 台湾的人反过头来 毛泽东是坏人 你们为什么哭 没人能理解 可是在两岸 各自一边的人 都能理解 理解自己为什么哭 那么这个从另一个角度 就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好坏标准是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历史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想回答 一个人的好和坏 善和恶 到底应该拿什么做标准的话 我想的话 我们通过很多这种对立的 完全是隔阂的这样一种观念 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一个 价值判断的标准 特别是对人 我们讲一个人好 讲一个人坏 跟政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党派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族群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信仰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重要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衡量这些东西 就是有一个历史标准 历史上 他作为那个历史的人物 那么他在哪些方面 他是符合那个社会 那个历史 当时的社会 道德标准 符合那个社会的法律标准 那么这些可能是我们能够 今天拿 简单地来评判一个人 好和坏 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那么如果你从国家 从民族 从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 那么你可能也会 找到另外一些标准 比如他对这个国家贡献有多少 他对这个民族贡献有多少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 再回到党的这个角度 你看他对党的贡献有多少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 我们慢慢慢慢就回到一个 分裂的价值标准上来了 那么关于关怀的问题 我之所以要强调关怀 是因为我们研究历史 其实都是从碎片开始 如果我们特别是像同学们 做一篇自己根本不特别了解的 一篇硕士论文也好 博士论文也好 一头扎进去 然后去做那个题目 做完了以后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怀 你那个题目做完了以后 可能你就放弃了 因为你可能做不下去了 那么也可能你还会延伸出 个别的一些话题 但是这个话题总要做完的时候 假如你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话 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无论如何 要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怀出发 要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意识出发 我们做什么东西 我对假如我的研究生 我首先问的就是说 你平常喜欢什么 你平常关心什么 你经常被人问到的 或者说你自己问自己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可以是现实的 不要是历史 你先看看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 当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 你对某件事情本身 它里面的问题 你有疑惑的时候 那你选这样的题目去做的时候 你找这样的题目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有动力 而是这样的问题的回答 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挑战 因为它是你一生第一次为自己做一件事情 你想解答自己内心的一种疑惑 你想建立一种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简单的 像历史系很多同学 去查档案 然后查了档案以后 把那些档案拿回来以后 然后照着档案 然后去做一个解读 其实更多的是在复述那个档案 而我们一直在讲 档案本身是不可靠的 档案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档案是有主观的 各种各样的色彩 比如一个形态的色彩 比如官方的各种政策要求的色彩 因为档案是按照官方的意志保存下来 制造出来 你去按档案的说法去写东西 写完了以后你就等于 你在复述官方过去的那些说法 官方过去说那些东西是好的 那档案里就那么写 官方说那里面有很多问题 档案里也那么写 但是真实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其实 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做 从最基本的史实开始做 但是我们研究的任何史实 我一直在讲 它都不是完整的 它都是片面的 为什么说它是片面的 不是说它不真实 我们今天有很多 在网上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 什么果粉 毛粉之间 争来争去 炒来炒去 你说他们讲的不是真实的吗 每一面都讲到了很多真实的东西 但是每一面 每一方面都按照自己的 研究的那个 所取的那个范围 然后去看那个历史真实 他确实看到的是真实 但是问题 对立面看到的 他们看到的某些东西也是真实的 那这两种真实怎么结合 假如你只相信某一种真实 那你写出来的东西 那就变成了一个片面的历史 这个片面的历史 不可能建立一个真相 真相是许多各种不同的历史碎片 甚至是很多自相矛盾相反的 冲突的各种各样东西 结合在一起 那么那个真相需要有 比较有能力的人 把他们综合 分析 归纳 然后抽丝波茧 然后提炼 那么最后得出一个分析的一个框架 来解答一个问题 那么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只是每一个人 做自己研究的那一部分历史 那我们的历史 永远没有一个综合的一个 宏观的那样的一个展现 而恰恰 今天 社会或者大众 给历史学家提出来的 或者他们自己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恰恰是宏观的问题 不是某个 很微观很微观的具体问题 尤其不是今天 像历史系的当代史的同学 那么他们现在所能选择的 所做的那些 更微观 更事物性 更技术性的那些话题 那可能是一些很大的话题 那么那些话题需要有人来回答 怎么回答 以人为本 我刚才讲的那个话题 不以仪下论是非 我要举的例子是 我1990年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进来的所认知 然后就进的是 中外关系研究室 那么在中外关系研究室 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那么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参加 当时 以那个近代史所牵头的 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研究 所以那段时间 做了不少 抗日战争的这样一些研究 那么也参加了很多 抗日战争的研讨会 但是这个会呢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学术的 我想大概是到了95年 95年以后 陆陆续续我就开始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从美国来的 美国回来的 不叫回来 就是他们到中国来参加 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些华侨学者 一些老先生 那么老先生们很多人 在海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他们对抗日战争研究 其实很大程度上 对日本是一个批判性的研究 所以他们那个研究 态度非常激烈 激烈到什么程度 到一定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会上 日本研究所 有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有一个中年的研究员 可以说中青年份的一个研究员 他在发言 在谈到中日关系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近代是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 他们是研究历史 但是日本研究所 其实他们更多的 不是研究历史 是研究现实 但是他们也会涉及到 一些历史的问题 所以他结合历史和现实 在谈当时的中日关系问题 然后结果在会上 就被几位老先生 当面喝斥 那么喝斥很严厉 那么最重要的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就是 他们在会上就公开讲 日本民族就是一个 日本民族的略根性 日本民族没什么好研究的 日本民族从根子上就是坏的 日本人没好人 基本上他从民族的角度 就把日本民族给否定掉了 那这个就已经不是一个历史研究了 所以大概九 我忘了 大概不是95年 去96年以后 我就不参加了 我不管你们讨论什么 我也不参加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讨论没有意义 因为你不是学术讨论 你不是回到史实的一个 客观的一个研究 而变成了一个批判性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其实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今天其实那些老先生 大部分已经不在了 那么今天的抗日战争研究 基本上又逐渐逐渐地 在回归常态 相对来讲 比如说 我最近就是我刚刚 从东京回来 就去参加在东京举行的 一个跟抗日战争研究 有关系的一个会 那么已经是 中日双方坐在一起 然后平等地进行交换 关于史实的 各种各样的讨论 没有任何隔阂 没有任何障碍 也没有任何红脸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今天的研究已经是学术的 但是你会看到 有一段时间 这个抗日战争研究 因为当时的 国内的反日的那种情绪 再加上一些老先生的主导 结果就导致了整个的 这个对日本民族的一个批判 那么这个 其实不仅仅是 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一下的问题 它可能也跟党派的问题有关 也跟其他的问题 换句话来说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例子 让大家能够了解 就是我们做研究 不能够 以民族国家党派等等等等 作为一条界限 那么我研究 我们的 那么通通都是好的 那么研究别人的 那通通都要批判 你不能说他们好 这个两回事 其实历史研究 不是在平工摆好 我后面还会讲 历史研究 其实我们是要还原 一个历史的真相 我们把一个一个微观的 史实把它还原出来 然后我们要 找到一个中日之间 或者跟其他的党派之间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为什么会互相仇恨 我们要通过历史研究 要回答很多问题 跟民族国家政党没有关系 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政党 都有很多好人 即使从我们今天 最基本的一个判断来讲 但是任何这样的一个群体 不管哪个 也都会有我们认为不好的人 这个也都是肯定 所以研究本身 我们不是做价值判断 我们是做一个事实的一个还原 那么关于智史 我要谈到这个进化的 这样一个话题 那我不解释 进化观的问题 我要讲的是 我们今天会非常清楚地知道 古人认为合理的事情 金人未必认为合理 未必会接受 那么金人认为正确的事情 古人往往会觉得 根本就无法理解 甚至是 大命不燃 那么史迦怎么办 史迦只能基于古人 所处的时代 和他当时的那种 观念文化 然后来还原古人的行为逻辑 与动机 还原史实 而不能拿金人的价值观 去猜度 去评判古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要求 我们今天很多人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会把我们今天的价值观 我们今天对好坏的判断 强加到古人身上 我说的古人 不是一定是远古的人 或者什么什么 秦汉的人 过去 我们过去时代的人 哪怕就是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甚至我们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人 假如我们研究他 我们都可能 我们都应该 把他视为过去那个时代的人 那么我们要和他 当时所处的那时代 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 当时的价值观相联系 有些东西 是瞬间就在改变 尽管是一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理解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 这些人的判断 是最正确的 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 和历史的人物对话 和历史对话 奥运会可能也 多多少人还知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就是很多的变化 是在潜移默化当中 然后一点一点在变 那么原来是不可接受的 原来是完全是被抵制的 然后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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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 我们可能意识不到 你不多历史研究 你可能根本不太关注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非常重要 这些东西的改变 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今天 对生命 对人 对权力 很多东西 我们逐渐逐渐就可以把它 真正地落实在法律上 我们就逐渐可以明正言顺地 去呼吁人权 保障人权 要求尊重人权 尽管我们讲的是发展权 那个生存权 但是对于国民来讲 每个人都有他的尊严 每个人都有他的财产 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 都有他的安全问题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都可以正面去讲 所以这个社会慢慢慢慢地 尤其是你们年轻一代 逐渐成长起来以后 你们会天然地认为 这些东西完全正确 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有什么错误 反过来 如果别人否定这些东西 又回过去说 不能讲人性 不能讲人权 不能讲人道 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 非常荒谬 不可接受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我们其实对很多东西 这样的一个观念意识 包括思想行为 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 日常的生活习惯等等 即使在我们或我们上一辈 就在这几十年 不到一百年的过程当中 就在变 一直在变 这个变到底是变好 还是变坏 可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是在变好 你叫不叫进步 我不管 但是我认为 它是向前在迈进 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家 对于过去 那么很多东西 是非常野蛮的 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天的 这样一个发展 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时空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时空的问题 我刚才讲 大时空和小时空 在同样的一个 时空条件下 比如我们都进入到 二十年代 我们都进入到 二十年代的中期 五十年代 那么在这样一个 大的时空条件下 中国 苏联 欧美 我们就 以这三个 作为一个单位 我们就会 清楚地发现 他们之间的 这个价值观念 很多价值观念 是不一样的 五十年代的时候 1954年 英国共产党 因为当时出了 就编辑 毛泽东出了 他的毛泽东选集 那么第二卷 然后英国人 就提出来说 我们想要翻译出版 那么翻译出版的话 翻译的过程当中 英国共产党的 这个翻译就发现了 其中有一篇 战略与 我忘了叫 战略与战术问题吧 那么那篇文章 毛泽东 开篇的两个自然段 就非常鲜明地表达了 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个总结就是 武装多极政权 战争解决问题 是天经地义的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对于英国共产党来讲 他们早就放弃了 他们50年就已经放弃了 暴力革命的提法 暴力革命在欧洲的 社会民主党 包括工党 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他们到30年代40年代 逐渐已经都放弃了 原来他们是赞同的 后来都放弃了 他们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 他们不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那么英国共产党 原来坚持 但50年他们也放弃了 党纲当中已经放弃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英国共产党就提出来 专门给中国的 共产党中宣部 写了一封英文信 然后提出来 是不是我们可以 把那两段话删去 中宣部报给毛 毛坚决反对 不同意 不能删 这个是 放置四海而截准的 真理 那么当然 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 那么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共产党的范围内 这还不是在其他的什么 自然与政党的范围内 共产党的范围内 在英国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和俄国 和苏联和中国就不一样 那么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俄国共产党 或苏联 当时叫苏联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 他多多少少 是能够接受 毛的这个观念 但是到了1956年 过了两年以后 大家知道 苏共召开了一个二十大 二十次代表大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批判了斯大林 斯大林是 继列宁之后 然后在苏联 把苏联建设起来的一个 最高的领导人 那么在斯大林期间 发生了很多惨案 那么像十七大的中央委员 70%都被杀掉 所以 那么等到赫鲁晓夫上台 然后 那么他们对历史 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在苏共二十大上 做了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 对斯大林的错误 进行了几乎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 苏联共产党提出来 和平过渡 和平竞赛 和平共处 的这样的主张 换句话来说 因为当时是 社会主义阵营 以苏联为首 和资本主义阵营 以美国为首 是处在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人类社会 不应该用那种方式 总是在竞争 各种各样的这种军备 核武器 原子弹 导弹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最终 就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认为 应该用一种 比较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 两个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 所以他们提出了 这样一个设想 当然并没有去推行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和中共的设想是不一样 和毛的设想不一样 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 1957年 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上 那么毛泽东和 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 很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一次交锋 那么在这次交锋上 毛泽东其实 可以说是心平气和的 那么但是呢 他非常强烈地强调 就是共产主义者不应该害怕资本主义者 无产阶级不应该害怕资产阶级 他认为赫鲁晓夫以及那些 主张和平的那些共产党 其实都是因为害怕地国主义太强大 所以他在 他的讲话当中用了很多 就是中国式的一些 比喻的方法 那么同时也提出来一个 很引起大华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到今天 很长一段时间 在网上有很多人拿出来指责毛 他的说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不要怕原子战争 因为当时很多人 包括各国共产党 其实非常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很可能导致打原子战争 原子战争的结果 就可能会导致世界上很多国家 死亡很多人 毛就是强调不要怕 打就打 那么打了以后 资本主义会灭亡 虽然我们包括中国会死很多人 但是中国还会重新站起来 我们还要继续搞社会主义 那么过了多少年以后 然后人口又会上来 那所以 这样的一种言论 或者这样的一种主张 我们会知道 从毛的角度来讲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共产党 刚刚从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这么二十多年的 革命战争当中 走过来 他们就是用这种 革命战争的方式 夺取的政权 然后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在他们的经验里头 俄国革命 也是用革命的 暴力的方式 夺取的政权 然后建立了苏联 那所有的 跟资本主义国家对抗 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家 要夺取政权 那么他相信 都应该走 武装的 暴力的这种 革命的道路 这没有什么错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那么从 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那种意识形态 它当时那种观念 出发 我们也不能说它是错 因为它就是那么想 因为它就是那么认识 它也只能认识 那么反过来 苏联共产党 包括当时与会 南斯拉夫共产党 包括其他的一些共产党 他们接受不了 甚至包括一些小的 比如波兰 比如杰克斯洛伐克 那些国家共产党 他们都接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民众 和欧洲的民众 在很多价值观的判断上 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们的共产党 虽然是主张 要用革命的方式 但是他们不能 公开去宣传 所以比如像 波兰的哥们尔卡 跟毛泽东谈话的时候 就再三强调 您的那套说法 在我们国家是行不通的 我们不能去讲那些话 否则人民会反对我们 你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人 那么他们生活的 那个时空和条件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他们那些国家 是被解放的 但是并不见得 他们是认同那个解放的 很多人可能不认同 所以他们要维持 那样的一个统治 要保证 他的社会主义 那样一个政权 能够不断地坚持下去 那么他们很重要 就是调和社会的 各种观点 他们不能提出一种 很激烈的一种看法 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 我们就会注意到 不同的时空 那么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领导人 那么他们其实有 不同的价值观 尽管在同一个时 大时空条件下 都好像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今天 我们回过头来 很多人就会说 你看看 苏联都不同意你 你讲那个话 如何如何如何 那时代不一样 他们所处的环境 完全不一样 所说的教育也不一样 那么到了今天 我们回过头来说 到了今天 如果我们 再碰到那样一个情况 我们的领导人 会不会讲那种话 不会讲 我敢大胆地这么说 因为这已经不是 我们今天的观念 所以这是我说的 就是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那么我们还是要用 这个微观的 区别的 这个进化的观点 然后 就事论事地来看问题 那么换位思考 因为其实我刚才 已经提到很多了 我这里不具体举例子了 因为实际上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历史学的研究 的一个方法 你要想要 真的深入到 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去 你就必须得 站到他的位置上 那么关于客手中立的这样的一个 客观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我想的话 其实我刚才已经强调了 因为历史当中 会有很多 对立的冲突 那么这些对立的冲突 一直要影响到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站在 某一方的观点 那么 倾向于某一方的情感 那我们都可能 得出 看起来是符合事实的 但并不完全等于历史真相的 那样一些东西 那么关于史学的研究的难度 那么关于对 知识者本身的这种 学问方面的要求 这个是 我在从事了几十年研究以后 那么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太多体会 那么好像我觉得 我什么东西都理解 什么东西都能够去解释 那么渐渐地把这个 研究的面打开了以后 现在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宽 那么渐渐就发现很多东西 其实 以我本人的 就过去那种学识 那种训练 是解释不了的 很多问题必须要重新去学习 那么必须要去接触 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知识 那么甚至 要去钻研很多 自己完全不懂得跟自然科学 有关的技术性的问题 你比如最近我在做一篇 关于近代服装西化的问题 的一篇论文 那么中国的这个服装本身 那么它为什么会 走到今天 其实我们根本已经找不到 我们自己的衣服了 假如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爱国 强调我们爱爱我们的什么民族 如何如何 然后你会看到你们每个人身上穿的 没有任何一件衣服 是跟我们的民族历史有关 你们穿的全是西式的 全是西方的东西 那么结果今天就会出来很多 这个主张要恢复民族服装的人 那么包括共青团 包括什么环球时报 然后会组织各种各样的 活动大规模的去宣传去鼓蹈 当然好像一般不是在上海 或者北京这种地方 都是在一些 稍微偏一点的城市 然后他们会穿出各种服装来 那么当然今天 我想这个团中央比较推崇的是汉服 你去那个网上去看看 那个汉服简直是五花半纹 什么样都有 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人类 从那样一种服装 然后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然后变到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么同时我也可以提示大家 其实如果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什么 我们今天穿的都是西式服装 但是问题 历史上的西式服装什么样子 大家记得吗 大家看过吗 历史上的西式服装 是跟我们今天的衣服一样吗 完全完全不一样 每个时代每个时代 它都会有流行的方式 但是所有方式都不是后来的 后来的 跟工业化 跟商业化 跟城市化 密切相关的 资产阶级式的服装是什么 西装革履 18世纪以后 随着中产阶级 第三等级 以及后来的所谓资产阶级 逐渐逐渐形成 你会看到 他们对贵族服装的抵抗 就是要简单化 就是要单纯化 既要有绅士风度 同时又要保持 一个勤奋的和 单纯的这样一个表现 换句话来说 不搞任何画画哨的东西 结果其实我们看 西方过去的服装 是刷了护哨的 男性的服装 是女性化 但是到了18世纪 中期以后 基本上都变成 越来越单调的 这个西装革履的服装 那个服装 我们可以说 假如你到日本大街上 去大阪 去东京 去那个就是 它那个商务活动 比较多的地方 你会看到吃饭的时候 或者下班的时候 哗出来的 全都是那个西装革履的 小年轻一堆一堆的 当然也有些老的 你会看到 那就是工作服嘛 那西装革履有什么新鲜的 那就是一套工作服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服 它满足了两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它能够上班下班 它穿起的自如 你给它穿很多袍子 什么裙子 什么瘦腿裤 什么绷在腿上的 各种各样的那些东西 那它没法去 去上班去工作 那工作 它就必须要穿着 跟工作服有关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 要体面 商业社会 那么进行任何一个 哪怕是上班 哪怕是交际 所有这些东西 都要求体面 所以西装革履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笔体 它的材料是用 毛泥料做的 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 很多东西 其实跟我们原来的 最简单的话的那些印象 其实非常不同 而这些东西 中国为什么不能直接走上这条道路 那当然我们比较容易解释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中国落后 中国没有进入工业化 没有进入商业化 也没有进入真正城市化 所以没有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这样一个阶层 所以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样一套服装 但是问题在于 这样一套服装到中国来推行的时候 那么容易吗 其实非常难 也非常不容易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首先第一个就是 中国人当时从清末到明初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提出要一服了 那么要用西方的服装 那么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引进西方的西服革履 中国没有织毛泥料的这样一个工厂 没有那个工业 你没有那样一个条件 没有那样一个工业 你就不可能 去大量地生产这些服装 那如果你要去生产 大量生产这些服装 你就必须买国外的 那结果就是中国的民族企业 国产的那些原料通通被废掉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 就是中国的那些 土的那些 各种小的企业家 各种商贩 各种各样的这些相关的人 也包括制衣界 也包括典当行 都反对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 就围绕着一直到二三十年代 国产的 就国货 国货界 和所有服装界的这些 想要引进西方服装的这些人 那就一直在冲突 那么B制政府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所以 这个服装改变 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过去我没做这个研究 我也不太了解 那么做这个研究 我才发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式剪裁 和西式剪裁 在技术上 是天长之别 你不搞这些 你不知道 那么一搞这些 马上你就会注意到 中式剪裁 是平面剪裁 一块布铺在那 它完全不考虑 人的身体的线条 形状 特殊的 部位那些要求 它把那块布 然后中心挖一个口 挖一个洞 那就是头 头可以伸出来 然后前片一折 后片一折 垂下来就是前后一片 然后两边一缝 身子就出来了 那么上面有一个缺口 剪一个缺口 接上两片袖子 或者干脆就是 布大的时候 它整个把袖子就出来了 所以中国的衣服 没有尖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些衣服都有尖缝 都是多片的 它按照人的身体的 这个曲线和它的 转折的地方 然后用西方的那种 立体剪裁的方式 全部根据人身体本身的 那个曲线的变化 然后再变 而这些东西 引进过来 是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 你说它特别难 不是 但是呢 对于很多地方的裁缝来讲 还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士兵的服装 中国很早就开始引进 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引进 欧洲的 德国的 什么英国的士兵 那个军官 军队的服装 因为军队要打仗 他要练操 你让他穿那大袍子 什么什么 腰上挎一大堆东西 你怎么走路 你那正步怎么走 没法走 所以他一定要改变服装 所以他们没办法 清朝再反对义服 他还是让士兵 让军官那么换服装 虽然这个换的过程 是阶段性的 很波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换了 但是所有换服装的过程当中 你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比如裤子 中国人做裤子 和西方人做裤子 是完全两回事 西方人很早就会 因为他是用省道的技术 他很早就会 做成那个紧身裤 完全按照你的裤线 按照你这个腿的 腿部曲线 去剪裁 去缝纫 那么中国人不会 中国人就裤子 我就这么说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农村 还看到农民 还是穿那种裤子 怎么一个裤子呢 就是三块布 一块布是白布 很宽很大 一块布 回过来 就是裤腰 那么裤腰和什么呢 和底下两块 前面后面的那个裤子 桶子布 把它 这块桶子布折过来 拼在裤腰这边 那块桶子布 折过来 拼在裤腰那边 所以他那个裤子 做完了以后 上面是一个大方块 底下是斜着的 因为他只有斜着 才能拼出一条缝 然后才能够让 在中间 把它缝起来 那么这个裤子 就变成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叫它 免当裤 所以士兵那时候的裤子 全部都是免当裤 中间你会看 它折了好多大的布 折在中间 因为那个裤子 没有办法 把那中间那块布裁掉 因为不会裁 也没有那样的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也不愿意 做那样一道功夫 所以军队的裤子 基本上没有完全按西式做 过了很多年以后 然后裤子才慢慢改过来 但是中国的落后的地方 比如农村 我就刚才讲了 改革开放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还是自己做那种裤子穿 到山东什么什么 好多地方 所以服装的很多这些东西 就让我们 比如我在研究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到 前两天就看 三家社科院的一个会 他们是一个研究 器物史的会 大家今天如果去看 很多出版物的话 大家会注意到 就已经西方出了很多书了 棉花有专门的书 好几本 然后糖 然后什么盐 然后各种各样的 什么东西都有 各种各样的 包括自行车都有书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 包括中国的大陆的学者 也在做各种各样的 这些器物的研究 那么带来一个 很大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技术 我们是搞文化 我们是搞人文科学的 我们对技术的很多东西 对计算的很多东西 对很多技术规范的要求 对很多技术产生的 这个来龙去脉 我们并不清楚 可是呢 我们今天在做 现代史的研究的时候 在做当代史的研究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 那些器物 很多东西 逐渐逐渐地在 传入到中国来以后 然后在中国 进行生产 加工各种各样的过程 甚至一直到我们今天 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工业 和西方进行竞争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大 非常严重 那么问题在哪 如果我们不研究 或者如果是 所有的研究 都是专门的那些 比如说 研究医疗的人 或者研究 什么机械的人 他们去研究 他们往往有很难和 人文社会的历史 和政治 和经济 和各种各样的这些 我们今天都会碰到的很多的 妨碍我们进步的很多东西 甚至很多政策 没有办法勾连起来 那么历史学者 在这方面有它的长处 所以历史学者来研究 确实是有必要 但是问题 难度就出来了 那么这也是我强调 就是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 或者在更多的方面 必须要下功夫 不可能说满足于 我们现在的知识程度 的一个原因 那么理性思辨的问题 我不讲了 因为时间也快到了 再一个就是最后一条 就是我想大家一看就明白 我也不用讲 那么 我还是希望 就是搞历史的人 一定要明白 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 如果讲道理 我们交给政治学的那些教授 交给社会学的教授 交给很多经济学的教授 他们有专门的理论 他们去解释 我们要学会讲故事 我们要把我们的道理 放在故事里讲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杨老师啊 他的著作是有针对性地研究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问题 某一个人物 但是今天的讲课呢 他是把这些东西都先放在别人上 他没有讲具体的 是吧 他把他一生啊 研究历史 面对历史的整体的一种心态 一种宏观的一种考虑 跟大家做个交流 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的环节 杨老师你好 就是我想就刚刚您最后说的那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历史是讲故事的 不是讲道理的 但是好像中国的传统似乎 我又说自古以来的 不好意思 就是好像就总有一种 就是说文以载道嘛 就是你写一篇文章 或者说你讲一个故事 你不写一点什么东西 不给人一种反思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像在别人看来 所以就是您的观点就是说 你是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 然后留给别人以思考的空间 还是说 你要有你自己的一些判断在里面 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观点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您刚刚讲的就是 要带着一些自己的问题去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要去 我要去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了解它怎么回事 当然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国家怎么发展 就是像比如 可能就像比如说当 像那个八十九十年代 那个蒙龙士刚出来的时候 他会遭到批判说 你怎么去就写你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去不关注这个国家 不关注这个国家 一些大的道理 比如文艺载道 对吧 难道我们个体的 我们个人的成长 就不应该值得去被关注吗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谢谢 那个 其实我刚才已经 我那里面其实写得很清楚 就是要把你的道理 藏在你的文本里 藏在你的叙述里 我从一开始就讲 要大关怀 要有大问题 那么既然要有大问题 毫无疑问 那你肯定要在 你做任何研究 都是有你的目的的 你是要回答某种问题 你是关怀某种问题 或者某种现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么我们做研究 其实选任何题目 都有目的 那么并不是说 我们只是随便讲一个故事 哪一个材料就讲一个故事 那故事浪费我的时间 我没有必要讲 我没有必要做那个研究 所以这个一定是 有问题意识的 那么你提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想跟第一个问题 是有联系的 就是因为它本身 比如说我们现在 研究个体 我其实我包括写 忍不住的关怀 包括写这个边缘人济世 我研究的都是个体 那么这些个体 生命 个体的遭遇 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 它跟国家 社会 政治 经济 很多东西都密集相关 那如果我研究这些个体 那我不能够指出 它的生存的条件 状况 它的环境 以及它自己个人的命运 是怎么来的 那实际上这个研究 等于讲了一个 没有用的故事 大家看了以后 不会有触动 你比如说 我们有很多文学家 或者说实际上世界上 有很多非常著名的 文学著作 它能够流方百事 或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至于反反复复 被人们提起 你比如说像《悲惨世界》 很好的故事 但是你说 如果没有观点 非常鲜明的观点 非常清楚的观点 我们不管你赞成不赞成 但是它打动人 打动它的那个读者群 那也是非常好的研究 只不过就是 它不是历史学家 它是文学家 老师您好 就提几点我的疑惑吧 第一点就是 老师 就是疑惑 老师讲了那么多 我就想问你讲我的 就分享我的想法 然后第一个就是 老师您第一点就讲到 就是我们要有大爱 是吧 不管研究什么 都要有大爱 然后坐在一个 但是在大爱的同时 要去做到能够同情 当时时代的其他的事 或者是他的对立面 是吧 那如果说你既要有大爱 又要有同情 而且还要有对立面 其实这几者之间 是很难去平衡的 因为你如果对一个东西 你同情了它 你既然就代表了你对这个东西 你是有感触的 但是你又要同时要求你 对它的另一面 或者说 跟它可能完全相反的另一面 也能做到同情 这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 希望老师能够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是 研究历史 可能在我 不是哲学系的 但我看来的话 研究历史学 可能第一个是 历史史尿的研究 还有一个是历史史 这个史的发展的一个研究 可以说一个是静态的 一个是动态的 那这两者之间 它的研究标准 是不是与你 就是像您所说的 它两个之间 肯定是有不同的一面 就是老师 你就是好像 就是刚刚讲的里面 没有提到这一个方面 希望老师 就再给我们展开一点 谢谢老师 第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确实碰到过很多 比如说做思想史的同学 比如过去在北大 他们会抱住一本 抱住一套拳击 然后做一个人物的思想 那么毫无疑问 他做这个人物的思想 他会从一开始不知道 然后不了解 然后不同情 然后逐渐逐渐就爱上这个人 然后所有东西都会同情他 然后都会站在他一边 这个就跟我们 我刚才提到的 你比如说你研究 你是台湾的 你研究蒋介石 那你就 很容易就同情他 那么回过头来 你在大陆 你是研究毛泽东 你读毛泽东的东西 然后发觉毛泽东特别好 什么东西你都同情毛泽东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做历史研究的人 确实要打破这个现象 否则的话 你就成了某一个人的辩护师 我刚才提到了 就你只会替一个人说话 或替一派人说话 然后你永远不理解 就是反对他的人 或者说他所痛恨的那一派的人 他们到底为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那么他们和这一派人之间的这种很多问题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么这些原因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和从过去的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去分析他的对和错 那么这些问题 所以实际上历史的还原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说从见真相的问题 恰恰就在于 你必须要脱开某一个人 某一个派的这个同情之理解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们多历史的人一定要深入进去 深入进去是要同情 那么但是一定要跳出来 你不能够抱住那个人 然后你就跟他同归于尽了 你一定要千万百计地脱离开那个人 然后你要再去同情之理解其他的 他的对立面 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的人 然后再平衡地来看 他们之间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来还原他们之间的冲突 原因在哪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这是一个 这个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性的 但是另一个程度跟阅历有关 就是我想的话 可能越年轻的同学 就越容易看某个东西以后就会进去 进去以后然后你就很难出来 这个是你今天提这个问题 我想 当然我做研究的时候二十多岁了 所以可能没有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很多年轻的同学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材料和那个历史发展的问题 这个价价是我们做学术 做历史研究的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一直在提倡 每一个做研究的同学 在做你的课题的时候 第一 你要穷尽材料 穷尽材料就是不能有遗漏 这是最关键 你有任何一个材料 中间性的材料遗漏了 很可能你就错了 因为历史材料 在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想讲那个军事史的研究 很简单 一个电报 前后可能就差几分钟 但是你只找到了 其中的几分电报 最关键的有一份电报 你没看到 可是那份电报 可能是决定了整个战役进行 那个核心的电报 可是你看到的 只是之前的电报 没有看到最后 那么几分钟的 后来那个补充的电报 那可能就完全错了 所以材料本身是活的 材料本身并不是死的 那么这个活 是建立在什么情况 建立在我们穷尽材料 然后做资料编年 我们把材料一个一个 按照时间把它排列出来 我们会发现那个材料 一直在随着事件发展在变 那么最后 我们会根据那个 我来讲故事 那所以我说讲故事 为什么要讲故事 因为如果你只有 个别的几个材料 你没法讲故事 那你讲故事 一定要有连贯的材料 那么你一定要有 一个连贯的 一个逻辑的 一个推展的一个过程 要有很多线索 要有很多这个情节在里面 好 谢谢 杨老师您好 我是政治学系的同学 其实我刚刚看完您的 这个致史的这样一个观点之后 一直有一个问题很疑惑 其实跟刚刚那位同学提问 其实是对他的一个追问 首先我们说在不同的历史 就是在不同的时空当中 有不同的是非和善恶 然后我们又要说是 要有一颗就是人之心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 这样一种关怀去看待历史 那么我们看完这些 分繁的一些历史材料 看完不同的 时空的这种善恶之后 难道就是 不会有这样一种迷失吗 因为我们不是神 我们没有办法一个 完全地抛却这样一个 价值判断 抛却我们的立场和情感 一旦有了人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 情感投入进去 我们要有立场 我们是用人的眼睛 再去观察这个社会 再去描述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 那么势必就要有一种 一以贯制的东西 或者说持之以恒 不变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想问一下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是否真的存在这种 就是所谓的 我们持之以恒 不变的这样一种东西 如果您认为它存在的话 您对它们的 您对这种东西的 一个理解是什么 能谈一下您的看法吗 谢谢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 我在研究过程当中 一直在坚持 或者说一直在 关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对 任何历史时期 我都强调 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办法 也不应该去简单地 去藏否 历史上的人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价值标准 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么我们还原历史 只是还原当时的那个状况 当时的那个情况 那我们不去简单地 说它哪个事 必须做得好 必须做得不好 这是我讲客观 必须要客观 那么但是另外一个 我们是现代人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价值观 所以我为 刚才为什么 我跟那个同学讲 我们必须要深入进去 同情之理解 但是我们必须要跳出来 因为我们有批判的眼光 我们对历史不是全盘接受 它客观 我只是还原真相 但是我有我的价值判断 我刚才一直在讲 我们要爱人 我们要坚持 要主张 比如人道主义 比如人权 比如人性 要讲这些东西 那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权力的观念 有一个人权平等的观念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至少是我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看历史上的很多东西 那我都会认为 其实很多很多历史 是发生在野蛮时代 那么因为它发生在野蛮时代 它只能再用野蛮的方法去处理 那么如果今天 还在用那样的方法来处理 那我毫无疑问是反对的 所以从这个价值观的角度来讲 我对历史我能够同情之理解 我并不会说 我非常痛恶他过去那种做法 因为那种当时的人 我们不可能要求 他不那么做 而且事实上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就假如我们做法律史 我们就会知道 酷刑这个东西 那么历史上从古代 一直到我们讲的清末 甚至我们可以说一直到民国 酷刑各种各样的处决人的方式 最残酷的方式一直在延续 但是我们也会清楚地发现 由于人本身 那么他的意识和整个环境 以及国际社会接轨以后的 很多很多的这种推动 导致了中国的很多酷刑 逐渐逐渐在改变 在缩小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点 比如说我讲一个 1949年前和1949年后 一直到1949年前 在上海 大概是1949年的春天 那么我们还能看到 把游击队员的脑袋砍下来 摆在江边 挂在这个水泥墙 那个砖墙上 这种情势 那么这个是一个 初觉人的很残酷的一个方式 它是威吓性的 那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建国以后 虽然共产党也杀了很多人 但是他杀人 他不用砍头的方式 他换成用子弹 那么子弹的方式和砍头的方式 或脚刑的方式 或者再往后 什么凌驰等等等等 我们今天可以可能看起来 可能都觉得还是不好 但是你比如说 走到今天可能就有注射的问题了 那么还在西方很多国家 大多数国家可能就取消死刑了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慢慢在变 作为历史学家 我要看到这个过程 那么我要支持那个向前走 我为什么讲进化这个道理 这样一个观念 我为什么不反对这个观念 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段历史 一直在往前走 尽管这个往前走 我们在我们局部的这个时空环境 我们可能不满意 但是毕竟这个变化是在发生着 杨老师您好 我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历史研究 是去追求最大程度的 还原历史真相的一门学科 但是历史研究 是不是仅仅追求 去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相 有没有需要价值评判 或者其他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近代史研究的话 就是因为近代史 就是近代以来这个传媒 媒介的发达 就是这个史料很多 就是空前增长吧 增长 然后就是你如何去穷尽材料 就是你研究一个问题的话 如何去穷尽材料 还有就是比如说日记啊 或者是信件啊 有时候就是双方的那种 无间道吧或者怎么样 就是严禁而易不禁 或者是就是那种 故作幌子之类的 就是我们怎样去波云建设 去最大程度的去见证历史真相呢 谢谢老师 我希望我还记得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就是历史研究 就是仅仅去追求 还原历史吗 要不要进行价值评判 或者其他的 我其实在刚才回答 那个女同学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近代史材料很丰富 对 能不能穷尽资料 首先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专题研究 首先要从专题研究开始 那么专题研究一定要穷尽材料 这个穷尽材料并不是一件 做不到的事情 杨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 刚才听您谈到了 关于汉服的问题 然后在汉服运动发展过程中呢 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期 已经陷入了瓶颈之针 所以非常需要像您这样子 专业的史学家 来给出一个引导性的方向 然后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 您认为汉服改良之后 还属于汉服体系吗 如果它可以改良的话 它改良的底线在哪里 有哪些根本的形制 是不能够发生改变的 其实从进化 从我的这个观点来讲 任何东西 任何历史的东西 其实很难在现代社会复原 如果说某种服装 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 不断在演变 然后演变到一定程度 那么它还是这个民族 本身的一个象征的话 那么这个服装 它的生命力还是存在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今天我们要恢复一个出土文物 然后把那些出土文物穿在身上 我觉得很荒谬 无论你怎么改 你改成什么样子 那么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认同 那么一个是文化上很难认同 什么是汉服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那个汉服出土的那些东西 我们会知道汉服什么样子 很清楚 那么肯定不是今天大家穿出来的那些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天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恢复那些 已经中断了的传统 因为那个传统没有一个延续的那样的一个基础 那么今天怎么让大家接受 其实我倒是比较 原来我是比较同情 比如国民党的做法 就是台湾本身它一直是在延续中国传统服装 哪怕是满服 因为比如说长袍马褂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 国民党 那么他们在祭拜 在各种各样的丧葬或者仪式 或者说孔子等等等等 那么他们还是会穿那些东西 因为这是过去他们服制规定的 而这个服制的规定本身呢 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初年 然后一直到1929年 然后一直到国民党到台湾都没有变 所以它很自然地 它会把它延续下去 其实那个满服 那个长袍马褂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已经不是清朝那个东西了 它已经做了西装式的修改 但是呢 它符合那个历史的文化的传承那个线索 所以大家还比较容易接受 那现在在江浙一代 那个中原妇女特别流行 那叫什么 旗袍 旗袍 而且开口超高 就是这样的话 而且能够体型啊 整体的非常的美啊 是吧 那它再打个小雨伞 然后那个劲儿 那你觉得它会在我们中间以后再游行吗 你刚才说那它已经过时了 不 旗袍是 改良旗袍是另一个东西 民国一直在延续 而且它在发展 那你看那个张艾玲 看宋美龄 那穿那个旗袍很漂亮很漂亮 只不过建国以后 然后给切断了 你包括我母亲什么都有旗袍 那6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又恢复过一段可以穿 领导人 王光美 他们出国 那都穿 所以这些东西 假如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那么它还是可以 就是有所发展 有所坚持 但是我相信 今天的人 因为大家知道 西装革履 到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休闲装了 现在的休闲装 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 欧美国家 大家都普遍在穿 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服装 就像西服似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 已经完全变了 你非要穿个旗袍 然后把自己孤子那儿 往上走路的扭扭的 因为情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太贴身了 你搞不好一抬腿 你不开岔 帮一下摔跟头 那根本不可能的呀 所以这些东西 能不能流行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 社会需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文化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强行地去推 因为你推的话 社会不需要 怎么推都没有用 杨老师好 我是历史七老 然后我有三个问题 因为刚刚你说 那个档案嘛 它是具有 可能会有意识形态 参加在里面 然后我想问一下 它是否可以作为我们 就是历史研究写作当中的 一个史料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来鉴别 哪些史料是真实的 还就是哪些史料 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首先第一个档案的 无论什么样的档案 都有利用价值 这是肯定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找到 相关的合适的档案 那么这个档案 对你研究有帮助 我想的话 没有档案不能利用的 问题是你说的 第二个问题 要鉴别的 怎么样去让这个档案 正确地或者准确地 在你的研究当中 发生作用 而不是被它误导 因为档案里面 它很多东西 今天给你看的 很多东西都是总结 报告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它讲的那些情况 都是上级要求的 上级给它一个指示 让它讲那些东西 它就汇报那些东西 那么上级下回 下了一个指示说 前面的运动搞错了 那么要纠偏 让它去讲 怎么去纠偏 它又会汇报一个 问题很多的材料 所以这个档案的 鉴别很大程度上 它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时间 你不要把某一个档案 就看成固定的 那个就决定了 那个时间 和那个范围里的事实 不是 因为它汇报的 可能只是 某一方面的事实 你要看看前面 要看看后面 那它会不会有 这个关于汇报相关的 一些不同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你会通过档案 做一个比较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报纸 当然中国那个时候的报纸 很多东西都是公开的 跟档案差不多 那么但是呢 当时有 比如说内参 内部参考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 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内参性的 那些信息来源 它提供的都是 共领导人看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 不能够登在报上的 一些问题 它才会放到内参里 所以如果你找到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同样也可以 作为你的 这个校正 那个档案里面的 问题的一个辅助 当然还有很多 回忆录 日记 笔记 等等等等 就是你一定要大量地 利用这些 这个非档案的东西 另外在建国史研究 共产 就是中华民国和国的 研究的问题上 口述史料非常重要 就要想办法去找到 当时的人 想办法找到当时的人 然后让他们去谈谈 他们当时的 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那么想办法 让他们讲出一些 就是和档案里 没有讲到的那些东西 来帮助你 好 谢谢